朝鲜政府首先禁止大马人离境后 挑起我国政府的敏感神经 首相纳杜斯里纳吉马上发文 严厉谴责朝鲜的行为 更将这起事件定调为人质危机 要求朝鲜政府马上放人 纳吉在声明中形容 朝鲜的行为非常可恶 如同将我国公民扣押为人质 完全无视国际法律和外交常规 首相已经指示全国警察总长 丹斯里卡利·阿布巴卡 阻止所有旅居我国的朝鲜公民离境 直到所有滞留朝鲜的大马人安全为止 纳吉强调 马来西亚是一个爱护和平的国家 不过为了保护国人安全 免于国人生命受到威胁时 政府会毫不犹豫采取必要的行动